在今年的Computex台北电脑在2023中 联力也展出了许多的新品 其中就有新一代的Galohad 2一体式水人 而这次在与它们搭车一致共识下 我提前拿到了最新型号中的两款 也就是GA2 Trinity XL Infinity 360 以及GA2 Trinity Performance 360 那么本期视频就来好好的和各位分享 这两款水冷的具体性能与体验感受 这次推出的GA2系列水冷除了我手上的这两款 而其实还有一款最入门的型号 是带普通ARGB风扇的版本 但除了搭配的风扇款式之外 其余的部分都和GA2 Trinity XL Infinity是相同的 而对比GA2 Trinity Performance 看似好像是两个兄弟款式型号 但实际上有很多细节上的差异 因此针对的族群与定位也会有所不同 稍后也会和各位一一举例它们之间的差异 首先就来统一介绍这两款水冷的共同特点 第一个就是提供了三种水冷头顶盖的外观选择 并且都是默认就给完 无需而外购买 默认出产安装好的顶盖是带联力logo的无限镜 RGB 外观 而所以本体包装则是另外给到了两组外观顶盖的搭配 两组而外的顶盖都是需要搭配这个白色透光雾面的外壳 不同的是中间的顶盖可以进行替换成无logo的无限镜 又或是是雾面透光的外观 但是提供了这三种冷头顶盖的外观替换来说 就有非常高的可玩性了 而这三种冷头外观的造型 屏幕前的你们又会觉得哪个是最好看的呢 只可惜末日出厂的全无限镜外观的顶盖 而中间logo的部分是无法替换掉的 这点稍显可惜一点 否则在搭配附阵的两个中间顶盖设计 一共就能够搭配出六种不同的外观了 另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水管接口处 采用这种45度切角的转角设计 而除了可以让水管在各种安装模式下 有更好更简易的水管整理以外 因极限弯折水管所导致的漏液隐患也会减少许多 当然考虑到需要顾及与防止漏液的缘故 扭动水管转向也会变得比较紧密一点 需要稍微使力才能够扭动水管的转向 算是这个设计的一个小缺陷 但整体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类型的设计的 再来就是两款水冷的共同配件 有这个橡胶的水管理线钮 方便家里水管 以及这个有点特别的底座硅脂膜 它的用途是将它贴在冷头底座上 然后将散热硅脂平均的涂抹在冷头上 最后撕下这个硅脂膜后 就能够让硅脂变得非常整齐 并且平均的覆盖在冷头上 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这种DIY发烧油来说 其实真的算是可有可无的 但对于一些每次担心自己硅脂涂不好的玩家来说 它确实是个好东西 不过由于采用的是贴纸的缘故 这个硅脂膜本质上是一次性使用的性质 而随包扎是给到了两张 所以你要说它体面好确实还行 但对于我们这些时常拆抓谁了的玩家来说 好像也就真的帮助不了多少 我个人是希望直接采用塑料开抹生产 这一样每次使用后 只需要清理后就能够重复使用了 整体的体验也会更加的理想一些 而除了这些我所提到的不同点击以外 这两款水冷其他的部分都有很大的不同 风扇的外观不同 风扇的厚度不同 冷排的规格和厚度也不同 包括连水泵和水冷图的高度 以及底座设计都还是不同的 就连CPU的扣距也都是不同的 虽然它们的名字前缀都叫GA2 Trinity 但这两款水冷明显在规格和细节上有太多的差异化 因此我个人觉得如果从名字上的命名 来明显趋开用户对于它们两者的定位认识 或许会更好一点 而采用相同系列命名的前缀 我所能够想到的优点 就是推广费用只去给一笔就行了 好啦开玩笑的 其实从型号名车的后缀 早就能够明显看出两者的定位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SR Infinity 360 很明显就是给予更加注重外观 掌握的用户 搭配上自家的网红积木风扇SR120 Infinity 在外观搭配上可以显得更加的突出和亮点 也因为搭配了自家的积木风扇 随随了也是复制了极限控制器 可以通过自家的L-Connect3来控制风扇灯光和转速 而另一个名为Performer 360 则是针对更注重性能体验的发烧机玩家 因此在原本的27mm的冷排厚度上加厚到了32mm 宽度也从119mm加宽到130mm 并且也采用了双向骑片的设计 冷排本身的散热能力可以有效的提升不少 而搭配的风扇厚度也从主流的25mm加厚到了28mm 同时风扇本身也采用了更加稳定和耐用的大框骤层和散热用料 转速也拉高到了3000rpm 不仅如此 风扇转速也提供了两档的选择 可以在高速以及普通两档进行切换 另外 冷头的水泵转速也进一步提高到了4200rpm 而为了适配高转速水泵所带来的性能释放 所以冷头的整体高度则是拉高到了55mm 这些改动综合下来就是能够带来不错的性能提升 而这部分就来让我们进入到性能测试的环节 本次的水泵测试会进行Intel 13代以及AMD A5平台双平台进行测试 同时也会加入ROG的龙王三代一起进行对比 测试平台硬件以及测试的环境我就详细列出来给各位暂停做参考 测试方式将会锁定频率电压在固定的功耗输出上 通过Ida64 FPU单烤30分钟后 收集从烤机1分钟后到30分钟的CPU Package平均温度表现 第一轮测试会在两种模式下进行 而分别是全满速状态下 以及冷排风扇固定1200rpm 外加加机箱风扇固定在17rpm下的日常静音模式进行对比 而在Intel模式的测试表现中 GA2 Trinity XR Affinity 360还是略逊于龙王三代2度左右 但GA2 Trinity Performance 360的表现就真的太亮眼了 仅仅是2300rpm转速下的模式就比龙王三代低了4度 开满37rpm转速更是进一步拉开到6度的温差表现 锁定1200rpm后 Performance 360的表现也还是独一档的存在 切换到AND平台下基本也是如此 但是温差表现并没有Intel平台那么大 特别是在低转速下 Performance 360即便是有着开挂的规格 也只是比龙王三代低2度而已 而XR Infinity 360更是拉开了差距 和龙王三代的差距来到了4度 从这里就不难看出ROG龙王三代 在AND平台上的优化其实会更加出色一些 只是Performance 360本身的规格更强 所以整体表现还是会略胜一筹 当然只是这样的测试写来还是不够的 从第一轮的测试我们就看到了 Performance 360的接触性能 又是将它替换成 X1120 Infinity的风扇 表现是不是会落后很多呢? 第二轮的测试就是将 Performance 360的冷排风扇 给替换成 X1120 Infinity积木风扇来进行对比 显然替换成 X1120 Infinity积木风扇后 势必会比原配的28mm厚的高性能风扇更弱一些 但还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而且即便是贴换了风扇 整体表现还是明显 比X11 Infinity 360水蓝还好上不少 显然Performance 360的优异表现 更多还是在水泵和冷排的规格上 最后我还进行了多一项测试 那就是将冷排风扇 统一贴换成最风扇Fantast的 T30高性能风扇来进行对比 顺带来看看这30mm厚的高性能风扇 和这一款28mm厚的风扇差距在多少 在一条平台的测试中 Performance 360即便是贴换成30mm厚的T30 其性能表现和原配的28mm基本一致 并没有进一步的提升散热表现 而在另外两款上都获得了4度的散热性能提升 但即便龙王三代用上了同样的T30风扇 而整体性能还是略逊Performance 360一些的 而在AMD平台的表现中 Performance 360在替换成T30风扇后 略微提升一度的散热性能 总算还是看得到一点差异了 而龙王三代凭借着本身更好的平台兼容性 和Performance 360的差异还算是拉得挺近就是了 从最终的测试结果来看 我是没想到Performance 360的性能居然可以那么出色 完全上到了T0级别的性能 这也确实给了我不少惊喜 而SL Infinity 360的表现就相对一般般 性能表现差不多是T1.5左右的级别吧 但说实话这样的表现也算是非常正常和合理的 毕竟SL Infinity 360本身的定位 还是更加注重在外观上而不是极致性能 所以性能则是保持在普通中上的水平 基本就能满足绝大部分外观党的寻求了 因此增对极致性能有更多需求的用户 联力则是推出了规格从里到外动一并提升的Performance 360 算是将定位差异外区分开来了 和各位分享完测试数据后 接着也要和各位分享这两款水冷的照音表现 因此我将噪音演示可以放出来供大家参考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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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售价部分 GA2 Trinity XL Affinity 360 的官方建议售价为189美金 而GA2 Trinity Performer 360 则是169美金 是的,你们没看错 性能更弱的XL Affinity 比Performer更贵一些 当然考虑到一整套的XL 120 Affinity 的售价摆在那 也就不觉得意外了 这两款随人的售价说真的并不是很便宜 但的确有一定的竞争力 特别是Performer 360 它的对手应该是同样采用后荒风扇的追风者Fantast Galaxy 1 T30 V2 但Performer 360 的售价明显便宜了一档 因此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而XL Affinity 360 则是偏向外观需求 对于需要一整套联利灯框生态的用户来说 也算是比较有吸引力一些的 对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 相比起XL Affinity 360 我会更加推荐Performer 360 更多一些 主要也是因为它的性能确实太亮眼了 哪怕我真的对外观有一定的需求 我也可以额外购买XL 120 Affinity 积木风扇来进行搭配 而同时还能够维持相当不错的性能 因此如果能够推出一款 带XL 120 Affinity 风扇的Performer Infinity 360 或许可能可以让一些既要外观又要性能的用户 一个不错的选择搭配 至于保修时长的部分 GA2 Trinity 都是给出了5年的保修 在保修时长上还是稍弱于 Asate 方案的6年 相比起口碑和方案成熟度都更好的 Asate 方案 联力的这两款水冷方案在稳定性上是否值得信赖 这点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验证的 此外其实在台北电道展上 还有一款带显示屏同时也是采用Alphate 8代方案的型号 不过目前暂时还没上市 而其性能表现和售价暂时也是未知数 因此对这一款旗舰级水冷感兴趣的朋友 还得再耐心等待一下了 OK 这一次和各位分享了联力新推出的 GA2 Trinity 系列水冷的评测与体验 有任何疑问或是关于这两款水冷的观点 也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你的看法 最后也要感谢各位一度将影片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 也请记得点赞留言分享支持一下 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 也不妨点个订阅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而你的支持和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么这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